第六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 15号到20号在福州盛大登场 为前六天的电影节 一共集结了印度、伊朗、俄罗斯等 一带一路沿线40多个地区的电影与会 风格各异的电影文化 势必为影迷带来全新的观影感受 第六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开幕式 现在开始 由福建省歌舞剧院和艺术职业学校 联手带来的舞蹈表演 为晚会揭开序幕 而开场表演以光影艺服 思路洋帆为主题 展现东道组的文化与热情 欢迎欢迎黄金一带的女排队员们 欢迎欢迎大家 这时候有非常严重的艰伤 当时有想过要退役 但是听说是陈指导的一句话 让你坚持了下来 因为我们演员演得多好 还是在演戏 那他们是真实的生活 导演陈可欣指导的《中国女排》 改编自女子排球队的真实故事 讲述面对逆境 不屈不挠的运动家故事 而晚会更在福建省歌舞剧院院长 顺利雄厚的歌声中 来到最高潮 今晚我们也邀请到了六位 来自思路言信国家的电影人代表 We hope all of you have a nice time in Fuzhou Have a nice time in China 晚会在高昂的歌声中落幕 同时也为第六届 《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正式揭幕 透过电影促进思路沿线国家的交流 也展现各国坚强的电影软实力 中天亚洲台综合报导